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Y等于X平方为基准 则Y等于2X平方 我们把每一点所得到的函数值两倍 于是所得到的图形 会变成是比较瘦长的一个抛物线 而如果Y等于1X平方 则这是一个比较宽胖的一个抛物线 因此三个图形当中 中间这个图形是Y等于X平方 而里面这个图形则是Y等于2X平方 外面这个图形则是Y等于2X平方 也就是X平方向的系数越大 则抛物线的宽度会越窄 而如果把上面图形我们加上一个负号 于是就变成底下的图形 因此Y等于2X平方 是最里面的这个图形 而加上负号之后 则变成了下方这个最里面的这个图形 这个是负的2X平方 而中间的是X平方 因此我们加上负号之后变成是中间的这个图形 这个是负X平方 最后面这个是1X平方 因此加上负号之后上下颠倒 于是变成了负1X平方 也就是这个图形 因此X平方向的正负号 它决定开口的方向 而X平方向系数的绝对值 则决定抛物线的开口大小 这是第一个图形 而第二个图形 中间的这个抛物线是Y等于X平方 这是Y等于X平方 而如果把每一点加1 于是我们得到了最里面这个图形 是Y等于X平方加1 也就是把Y等于X平方的抛物线 我们把它向上平移一格 而如果Y等于X平方减1 则是底下的这个抛物线 这是把Y等于X平方 我们把它每一格都减1 因此是把抛物线向下平移一格 所以多了常数项之后 相当于是把抛物线向上平移或者向下平移 如果向上平移一格是把抛物线加1 向上平移三格是把抛物线加3 所以如果抛物线Y等于X平方加4 这是把Y等于X平方的这个图形向上平移四格 而如果Y等于X平方减6 是把Y等于X平方这个抛物线 我们向下平移六格 这是抛物线的常数项和图形的关系 而第三个图形 如果中间这一个 这个是-1x平方 我们把图形向上平移两格 于是得到了上面这个图形 这个是Y等于-1x平方加2 这个图形是把-1x平方向上平移两格 而底下这个图形则是-1x平方 我们把图形向下平移一格 因此是-1x平方减1 所以第二个图形跟第三个图形两者之间 差别在第二个图形的抛物线开口是向上 因为二次函数中 二次向的系数是正值 而在第三个图形里面 二次函数中 它二次向的系数是负值 所以这个抛物线的开口是向下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抛物线的开口向上时 整个抛物线有最低的顶点 于是抛物线有极小值 而抛物线的开口如果向下时 整个抛物线的顶点是在最高点 这时候抛物线的值有个极大值 这是函数的系数和图形之间的关系 这时候抛物线的结果 这个抛物线的侠入 是准备的